大家好,我是嘉賓討論環節的Modervator 我是曼翠,大家可以叫我Edwin 我在此再次多謝剛剛三位嘉賓的語言 我們現在即將進入嘉賓討論環節 Polyfest大會準備了幾條問題 會給三位嘉賓再次發表他們的寶貝意見 第一,就是最近成大專上學院 會有一個賣盤的計劃 也有同學說這個令成大專上學院 甚至有同學說要佔領這個校園 請問三位嘉賓對成大阿蘇賣盤的議題 會有什麼意見呢? 好,有聲音了 我有幾個身份,我是教器會長 我是一個關注副學委大聯盟的趙宅人 他們的學生組織關注組的時候 這個大聯盟都是成員之一 還有我就是成大教書 我是成大的校董 很多這些身份 基本上怎麼看這件事呢 第一 緣起 就是政府有一個在2010年的時候 出了一個叫做自資專上教育 那個未來發展 它有一個報告書 它裏面提了一件事 所以剛才的學生提了 是需要在院校裏面 他們如果有做資助和非資助的課程 它需要進一步 將這些釐清和切割 它的意思就是不可以交叉資助 當然我們的想法就是 這個資助課程那些 會不會有些資源呢 拿了過去給非資助那些 讓它貼到那些 即是圖書館 貼到那些電腦室 貼到那些其他的課室 12CG 那它就說要清晰去分 分到它們 所以他出了報告書 那成大就拿著這個做一個聖旨 就是說 政府說要我們切割 那切割的方法呢 就不只是計好盤數 計好盤數在會計上可以切割的 甚至成大其實你都知道 它那個學術樓2本身 建在校園裏面 但是那座大樓本來就是借錢 建來給副學士 所以在physically 它其實都可以獨立一座 是可以分開到可以切割 它可以是給圖書館 其他設施 你給成本 買 買服務 那就可以計算一條數 理論上可以的 但是學校就認為不行 所以它的說法就說 政府說要我們切割 就等於要我們完全切割 那就是它以後不可以跟我們有關係 那我們想到的想法就是 不如買它 買了它就真的沒有關係了 找一間海外的院校 它肯定買了它 我們賣斷給它 它以後沒有成大的品牌 沒有所有跟成大的拉 搬走 不用我們的設施 那就立刻可以切割到 那是的 那我在校董會我自己問 政府是不是這樣想 政府是不是要我們全部這樣的切割 這個叫做完全切割 就是賣走它 那我就要求校董會去問 校董會就給了一封信去教育局 問了的了 教育局的答覆是怎樣 我是要求你切割 不過如果在財政上 成本上搞得清楚 是可以的了 你建議那種賣盤式切割 不是我那個期望 若果你做 是你自己負責 是你的決定 不過 我已經借了錢給你 起校舍 若果你將來要切割 你要解決它上課的問題 不要這樣扔走它 第二 你的課程 是成大的課程 如果你扔走它 那個課程不是成大 你要解決它的認受性 評審 所有這些問題 第三 你要過程裏面 諮詢學生 和教職員的意見 做完這些事 滿意到 你才想切割 不過 最終都是 切割不是我叫你的 我沒有 什麼意思 立即洗手 但是大學 仍然一意孤行 就說要切割 所以我們是反對的 它反映的是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大學 它自己有自己的願景 它的願景就是 成大不想再做一些低檔的課程 它這樣看 我不是這樣認為的 我覺得每一個level的課程 是有它的價值的 它認為不需要做一些低檔課程 它向上望 它要做多些碩士課程 它甚至連自知的銜接學士課程 在今年也得到幾十個位 我們看到它了 它的路向很清晰 它是向排名進發 它是向高檔的課程進發 都會賺錢的 因為碩士課程賺的錢 還比學士多 學士賺的錢 也比副學士多 所以就算現在我們的副學士 是每年賺幾千萬 它都是覺得 這個都是濕濕碎 所以我可以切割出來 也是趁現在的市場仍然好 因為過多幾年之後 現在就升中的人口少了 那你預計到的了 過多五年六年之後 就升大學的人口少了 到時呢 入到資助大學的一批 入到自知學士的一批 剩下來可能不夠一萬人 需要讀副學士 剛才也說了 我們有三萬個學家 怎麼死呢 那個就會是太弱流強 我簡直是施殺去形容 到時有沒有錢賺呢 要不需要虧錢呢 它可能預計將來 或者沒有錢賺 趁早有好價買了它就好了 所以回到一個基本 它不是視為做教育 它是當作為一半生意 而且是低檔的生意 它現在沒有興趣了 所以作為形辦者 成大一個無良的形辦者 作為教育 我們看到整個政策 可以做到這麼荒謬的事情出來 令到這些無良的形辦者 可以做這樣的決定 即你一聽 是不是很荒謬呢 完全荒謬 根本講出口我都覺得羞恥 但是它可以去研究 可以出來震震有次說 我可以這樣賣盤的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 整個自資的專上教育 缺乏監盤 和所有這些投資的問題 都是結構問題來的 不是個別院校自己 譬如恆商做得很好的 不過它因為有恆商打盤下去 據問我據問 好像要打盤十億 其他院校都沒有的 很多全部都是視為一半生意 還想賺錢 雖然它非牟利 他們想有盈餘 他們想營運下去 所以其實他們面對處境 是極度惡劣 就不是那麼容易 去克服這個大環境的問題 即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這個是反映到我們 將教育商品化之後 出現的很多的問題 老師說著我 或者我講 我講一點點 我經常要回到之前講的 其實我很相信本科教育 包括學士和副學校 從來都不應該是 看成一個商品 從來都不會是一個賺錢的行業 只不過我們扭曲了市場 很可惜就是 當然有些學校 當然有些學校 是不是這樣看的 我也回到前面 就是政府最初 其實很多國家 在說大環入學律 其實沒有人會講 是副學士的事情 因為講的是學士 入學律 就是我們其實 因為早期政府 不願意投入資金 去擴大那個資助學 才會搞出副學士的事情 但是你也看到 公立學校也是趁這個機會 是一個財路來的 早期 早期高峰期的時候 是很厲害的 我們英文說是一個 現在中立學生下跌 剛才馮先生也說過 整個副學士是萎縮 慢慢慢慢 根本就越來越少 對這些出了名的公立學校 肯定就是食之無味 好像馮先生說 其實再下一步就是 去開多些碩士 碩士你賺錢 我完全是不介意的 因為他真的自己賺錢回來 賺到錢去讀的 但是本科 還有副學士 我仍然是說 政府應該有一個承擔 但是當然 譬如成大 我想他慢慢一定會退 我想其他都會慢慢退 那就辦學士 起碼的媽媽 都比副學士高 沒理由這麼蠢 還要開很多副學士 但是問題 手法出現了問題 就是我覺得 比較處理好些 就是把副學士慢慢停辦 讓同學安心完成它 然後剩下的資源 是重新去調配 開辦其他的課程 那就不一定是將 現在的做法 當成一些資產去鑽揚 我覺得這個手法 會很好 還有我剛才也再說 其實香港UG院校 是太多不務正業 教師 老師太多被高層壓迫 去做科研寫文章 沒什麼心機 沒什麼時間去教書 就開辦很多持續進修 那些學院 就真的賺大錢 去幫學校去做科研 去起樓 去做很多事情 這個反而我覺得 繼續用一個固定金額 去資助UG院校 每年20萬至24萬 我發覺反而 他們不單止是噴了錢 做很多事情 還讓他們繼續用很多方法去賺錢 這個我覺得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我覺得仍然是鼓勵 輔助 一些有能力 有潛力的自資源校 是補貼他們的學生 是同師校去買圍 我覺得這個反而 是給多些同學 直接讀四年 有質素 有保證 學校可能是更加一個好的方法 成大問題 就是牽涉到副學士 剛才我也說過 成大江賣盤 其實奉校 奉校董 奉校長 奉校董 奉校長 奉會長 我認識了他很多年 奉會長 奉會長也說過 最主要是發展一些實施課程 等等 事實上我剛才也說過 也是 對於我們香港 八間資助的UGC 資助委員會 資助的八間大專院校 來說 我們 有一個壓力在這裡 就是說 你應該是 辦好自己 本科的東西 或者是發展碩士 以至於 博士的課程 如果你是要欠排名的 如果你是 因為你知道了 在UGC下面 所謂不務正業 其實做很多科研 科研 即是你們的教授 在這裡 就要有publication 就要有發表論文 論文這個是最主要的 就是令到你們間中文大學的排名 是有多少 令到每間院校 能夠在UGC 拿到多少錢 這個是重要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是看到就是 成大的校董會 也都想到這個因素 所以將以前 因為它 其實就是說 為什麼問題這麼嚴重呢 就是因為它發展 那個副學士呢 之前是發展得很厲害 也都發展到那個 銜折的那個 學士課程也都很多 突然間呢 講出這件事 要賣盤 或者不搞這件事 就變成了這麼大 因為是 影響的人數很多 最主要來說呢 我看到它呢 是想在本科那裡發展 未來 是能夠發展更多的 新的一個 學士學位 石士或者博士的課程 等等在這裏 如果在這裏的時間呢 你一定要擺脫了 那些副學士的課程 才能夠 是給到一個 評審委會 就是沒有什麼 質疑等等 這樣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剛才舉的例子 我們香港教育學院 也都是一樣 為什麼要將那些 副學士差不多 賺很多錢 真的賺很多錢 副學士 我曾經在這個 自治修學院那裏做過幾年 我們就是說 打一條數 怎樣賺錢等等 我知道了這些 但是最多後 校董會都說不賺 不要 為什麼呢 就是集中在我們 能夠發展多些 我們本身的 資助 學士課程 以及自治的學士課程 以及是一些非教育的 非教育的學士學位課程 這個 這個 石士 石士班 都是自治的 是自治的 石士以致 博士的課程 都是自治的 很多 除了我們那些 叫做研究的博士課程 我們叫做PhD之外 否則很多的 Doctor of 什麼什麼 或者Master of 什麼什麼 全部 大部分 可以說是 是自治的 是自治的課程 其實裏面也有問題 在這裏 所以我們也看到這裏 那副學士課程 那裏你要看到 咦 宿班 最近你有沒有看過報紙 有報紙就說 鼓勵內地的大學生 內地的畢業生 來香港讀副學士 你應該看到那個新聞 等等 是不是一個補充呢 如果說 下到來 大量的內地的學生 來讀副學士 政府的監管 一定要 不能夠鬆懈了 哇 七角那麼亂 七角那麼亂 一定 這樣 那是不是副學士 要取消了呢 我覺得在目前的情況 是 有存在的價值 是有存在的價值 因為 政府本身 是不能夠承擔 很多的大學的學位 你只能夠 是能夠 學習美國等等的社區學院 那裏 是會有一些 這樣的 副學士的學位 課程 只要第一 監管好 第二 那個 銜接 政府有一個長遠計劃 怎樣銜接 這些這樣的同學 這個是政府要想的 我相信在這裏 多謝各位 剛剛 何教授就說 會提議將 蘇會化為一些 私立大學 而剛剛 吳教授都說 私立大學 應該重視教學質素 那 就 令我們想起一個問題 就是 會不會香港 增加私立大學 是會導致到 好像一個 類似外國的問題 就是會把那些大學 變成一些 質素不太高 即逐測一些 叫野雞大學的問題 這個問題 是我們 我想 香港很多市民 都是會關心的 會不會說 將蘇變成私立大學 就會演變另一個問題 請問 三位嘉賓 會不會有什麼 意見 好 我先講一講 但我想先講 究竟副學士是什麼 因為很多人都可能誤解了 其實在美國的副學士 多數在所謂的community college 那些學生讀 不是因為他們讀不到 四月制的學士 完全不是 我認識很多朋友 他選擇 community college 主要是幾個原因 在美國 跟香港完全不同 第一 就是那些科 通常是武功學術性的 很多人讀完 兩年未必是想讀四年 在美國不同 他不是一次過讀四年 有些很怕去讀大學 那美國的community college 很多都是讀一些 跟實際職業有關的 整汽車 做西點 做麵包 廚藝 但絕對 他們不是因為 入不到四年制 而去讀community college 沒有這件事 在美國基本上 你要讀大學 一定能入到 只不過有些人 他的興趣不是 做一間四年制 這樣學習的一個模式 另外第二個原因 就是因為 讀community college 首兩年 是便宜很多的 如果讀四年 你會省很多錢 跟香港的所謂的科學士 是不同的 另外我想說 香港真的有興趣 辦私立大學是極少的 其實我擔心是不夠的 剛才我們說的 全香港只有十間自資 院下開辦學士課程 實際這七間 過了cap320 開辦學十位 其中我相信 真的想做私立大學 可能只有三間 四間 有些根本無可能 都沒有興趣去做 如果你看回現在 剛才說 很多只是開信 開副學士那些 想都沒想過 他會開學士課程 很多是停留了 都是賺錢 都是賺到科學士 接著就是說質素 就是我剛才說過 其實所有開辦 現在學士課程 的香港 那七間的自資院校 是經過很嚴謹的 那個評審 那個評審 這個評審 一個國際化水平 很多是國際的專家 事實上 現在自尊有開的課程 我可以這樣說 是一定比於知識 那個評審 是嚴謹很多 在很多的教材 他們的資資用的方法 他們的考試 拼合器材 現在U知識院校 一般來說 他不需要經過評審 自己評審 所以有些課程 其實都是很參差 但是自資院校 是不可能的 你每一樣的改動 改小小 每一個科目 都是要經過很嚴謹的評審 實際真的可以應付 這個這麼惶貴 這麼漫長 評審要走向私立頭 我相信香港只有四間 或者五間 我們只是擔心 因為太多的限制 太多的審批 令到有些想辦學的團體 是不夠膽去做這件事 這個反應 我就反而 我就不會擔心 那個質素的問題 這個絕對不是說行官自己 我是說整個大的香港的教員 香港一定要做好私立大學 才去令到公開的資助學 是可以有一個競爭 是令到看到很多的不足 是互相可以補充到 還有令香港整個教育系統 比較完善 比較平衡 單單只是公立大學的成熟 私立大學不成熟 是跟香港做一個教育樓 是一個很大的笑話 這個是我自己的期待 不只是恆西館學院 是整個私立大學 是真的大家要給多些鼓勵 關心 政策 配套資源 然後令它做好這件事 私立大學 我剛才說過 我是絕對支持的 但是支持的過程裏 因為它 在每一個地方裏 一定有資助大學 也有私立大學 而有些私立大學 是辦得相當好的 在美國為例已經很多 台灣也都有 相反也是有一些 你可能 剛才叫做 標籤了野雞大學 等等 這樣的情況出現 而野雞大學的出現 當然它也是經過評審的 我相信 成為一個 班實學委的 一個私立機構的資格 由 香港未來的發展 是不是這樣呢 這樣 私立大學成立 多幾間 我不知道 就是要看市場的供應 而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質素的保證 那裡 監管那裡 是最大的問題 當一間私立大學 其實最重要的是 生源 生源 這個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沒有生源的時間 它就要想 它是怎樣支持 這間大學的存在 因此 就不斷降低門檻 去修身 去修身 你見到台灣現在的大學 多到這麼厲害 你去到 曾經 有一兩年 你會見到 就是說 考不到入大學資格 在高考裡面 都入到大學的 有一個年代 在台灣 你見到現在台灣 不夠生源 就一樣 什麼東西呢 去大陸招生 其實大陸招生 也是補救到它不夠生源的一個方法 你能夠開放有這麼多 因為13億人口大陸 僅有人 會過去讀書 一定可以收到生 看看你自己台灣 能夠放寬多少個學費 追它 如果這個例子 在香港 應用到一樣的時間 你就會想想 私立大學 能夠存在的 就是它能夠收到多少學生 收到多少學生 就是視乎 你本身 給別人的信賴 是有多少 我相信 這個樹人 行商等等 這些沒有問題 它收到 因為這麼多年的歷史 在這裡 一些新進的院校 一些能人 這些這樣的 不是這些這樣的 就是說它本身 它本身 不是歷史的發展 千萬不要說我 我不是歧視它 它歷史的發展 本身是沒有一定的經驗在這裡 所以你看到它收身的能力 是比較差的 當如果有一個私立大學 存在的生源 是有一個危機出現的時間 它就會可能 它就會可能 出現了 濫收身 濫班學位 這些在外國 就有很多情況出現的 你去到美國 加拿大也有很多這些 你總之給到錢 你看到買學位 有的 我們內地 那麼多人 你會看到 整天都在那邊 都有一些新聞 就是說 買學位 等等的情況出現 就有的 所以就是說 發展私立大學的同時 監管是很重要的 政府怎麼看著他們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要所有的教育機構 或者相關人士 互相合作 來發展到一條路出來的 多謝各位 好 跟回這個思路 我都贊成 其實香港發展私立大學 是有需要的 也都要想想這條路 不過不如問一個問題 你覺得最有條件 變成私立大學 修生又好的 是哪間 香港大 是呀 港大 中大 科大 這三間 你肯去做私立大學 你要修生 仍然是欠崩頭進去的 你收他十萬學費 照給 他幼稚園在讀 十萬元一年學費 幼稚園的國際學校 十幾二十萬一年學費 所以 錢不是問題的 不過 港大 中大 科大 他們會不會佔私立大學 在我們現在這個架構 是不會的 因為他們有這麼穩定的財政來源 沒理由突然跳出市場做私立 在外國就是 最有根基做得最好的私立大學 就是耶魯哈佛這些 他自己的捐款 自己的資產 數以百億計 他不是在學費上來支撐他的 甚至他給了掌學金 你都可以 只要你全球的簽紙去讀 我給你都可以 學費不是他自在的 他自在是人才 那這些大學是做得到的 我們香港 港大做得到的 不過 沒有天真 是吧 即是他不會做的 那哪些會做私立大學 現在 現在就是剛才說 你記不記得那個名字叫能人 說多幾次 你還是記得的 但是其實 他不是辦開這些東西的 就算你說明愛 明愛做開社會服務的 為什麼要做大學的呢 天主教大學 叫東話護理大學 那是不是大學呢 我都不知道 那你在香港 如果真的要發展到那個私立大學 剛才我們說 其實我們不是說個別院校 我們在說他的條件 行不行 第一 夠不夠資源 這個是最重要 如果你依賴了學費 一定不行 你收多少錢學費 他港大就肯給他十萬 能忍他給他多少錢 五萬元都未必肯去讀 這是老實話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他不夠經費 他怎樣做那個 具質素的學位 做不到 第二就是監管 剛才我們說的監管 其他現在資助院校 就靠自己人審自己人 我也覺得很多問題 外面的就是靠評審局 評審局不是說他不好 但是我們為什麼 會批評他指上評審呢 他所有指上的要求很明確 也都是很滋味 也都是整個過程很複雜 也都花很多錢 每個課程要去評審 花幾十萬至幾百萬 實際上對院校來說是一個負擔 這些負擔又是學費套給的 所以怎樣做一個好的課程呢 監管有要求的 但是他過了評審之後 評審局是沒有責任 是逐年整天來看著你做成怎樣 他是看你過的 過了之後 幾年後覆檢一次 中間你出事怎樣 剛才說這個評審要求高 是要求高 但是過往為什麼這麼多副學士都出事 副學士的level都出事了 試過有科專經濟評審的 那些學生讀到第三年畢業了 快就來 我們讀護士的 註冊做護士可以不可以 對不起我們還是申請中 讀到就離畢業了 申請結果出來了 是不行 是不行的 讀了兩年半 得來的結果就是 護士那邊的註冊是不承認他 這樣都可以的 那這班學生就受害了 學費給了時間用了 竟然是不受認可的 那你經過評審 那是評審組的 不過那個是學術評審組給我 護士那邊不給 那又可以的 那你不可以申請了才收身的嗎 不是的 我們哪申請的 哪給你讀 那就犧牲頭幾屆 結果他第一屆就沒有現身了 接著就結束了 這樣都出現到 你說那個評審監管有沒有漏洞 絕對有 我的擔心就是 我來監管副學士那一套 現在是用來監管的人自知學士那一套 完全一樣 怎會不擔心 過往十年 很多這些問題出現過 那我們不可以說 那些問題是個別例子 是個監管制度出了絕大的問題 所以過往十年 學士那麼混亂 你用回同一個制度 放回自知學士那裡 就會覺得OK嗎 我是很大的疑問 尤其是不夠資源 監管不力 政府的配套不夠 若小的學校才做這些自知課程 不是巨小的那些 那你怎能夠期望他能夠突圍 做得他突然之間好呢 所以歸根究底 第一個 一定是要加回資助給他們 某程度你可以不給足 但是你要給資助 那他才有資源做好課程 起碼地都不好 現在是給你的 但是校舍借了錢給你 要還 我們教器 和我們大聯盟的要求就是 借錢不用還 為什麼學生要供樓的呢 你讀書那個樓要你供的 供完又不是你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是應該政府 給這些硬件的資助 你不可能要學生去供樓 所以學生給學費 已經是承擔要重的 還要供樓 這個完全是不行 評審費又要他給賣 所有的費用 全部都在學費裡出 怎麼支持到高質素呢 所以整個制度 是欠缺資源 欠缺監管 沒有政策 就說我們大力搞 這樣才害怕 他說那麼多事情做不到 那時候細細地搞都可以 但是不是的 他們說大家一起搞 搞那麼長時間之後 大家太陽流強 剩下那些 撕殺完那些就可以了 教育是不是這樣呢 教育不是在搞電訊 就是不可以這樣 所以我們經常都在問 很基本的問題 就是政府在這些方面 完全沒有想一套明確有效的政策 也都沒有肯給它足夠的資源 甚至連求證都不做 那怎麼令到我們不擔心呢 所以我真的對現在發展私立大學很擔心的 大家想想這些問題 我想補充一句就是 就是香港 剛才我講過 副學士是真是一個歷史遺留內的問題 很多副學士是真的出過事 但是我覺得都不是那個評審的問題 評審問題是因為它的市場的力量 比如剛才說護士課程 只不過完成了那個學術的評審 它沒有扮成專業的評審 是自己院後自己出門的 反而我覺得千萬不要撈亂副學士 其實自然之間都有三個sector 大家做研究一定要很清晰 有些學校專門做副學士的 這些學校是很參差很參差 其實很多是慢慢會 一定會關閉會倒閉 因為根本是承計不到的 第二類就是它申請了做專上學院 開學士 但是它是沒有計劃 沒有願望會成為一間私立大學的 最高那層就是 它已經是成立了 根據專上學院條例 第320章 成立了大專學院 全部是開學士課證 而它有計劃 是成為一間私立大學 你成為一間專上學院 不是等於你有能力 有資格或者有計劃 是成立了一間私立大學 你開100個學術委 都不是等於你可以成立私立大學 所以就不要把那3個混在一起 還有第二點我想補充 香港是沒有野雞大學的 大家可能不明白什麼叫野雞大學 野雞大學 我們真的不要隨便說香港是有這些院校 就算一些比較差的 比較做得不太好的學校 去精神應該平心也好 我覺得哈佛也是要經過八幾年的歷史 才有哈佛 我們一定是要有第一步 當然做得不好一些 一定是會被淘汰 市場是會懲罰一些做得不好的學校 我們不用太擔心 因為慢慢的競爭是越來越大的 反而有潛力 有潛質的口 我們要多些去支持它 了解它 我們也同樣要齊心合力 向政府爭取 向獨自治之院校的學生 給院校多些的資助 給院校多些的資助 那些慢慢的會健康成長 有些做不到沒有能力的 那些一定是慢慢慢慢淘汰的 這個就是我們要看大的景象 剛剛馮會長提到 副學士的護士課程的應受性問題 而副學士的應受性問題 以及他的就業問題 其實都是副學士一直受到人救病的地方 而我所知就是副學士除了某些課程 例如社工這些之外 其實他出來未必會有一個 真的可以有一個就業的 明確的路給這些 讀完副學士的學生 而我們今天在座也有很多中學生 而他們未來也可能會面對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也是 我想是 認受性的問題 應該是我們香港的學生 或者普羅大眾是最關心的問題 請問在這三位嘉賓會不會有些具體的 詳語的建議可以回應這個 副學士的應受性問題 會不會政府是應該要干預那個 例如剛剛何教授說到的 專業資格的評審問題 專業資格的評審是不能干預的 這個才是我們最安心的 即是如果政府說 喂你護士那裏給他吧 你怕不怕 因為將來他就是幫你打針那個 所以專業把關這個是很重要 他們是獨立 真是按那個水平去批 這樣我們才會安心 如果他又放了 好像過往十年 政府要谷學的時候 這樣放水法 我們將來社會是不知變成怎樣的 所以專業的把關一定要 這個問題 即是我們不能把他倒置回頭 要求他寬鬆 我們要求就是你怎樣做到達標 那學術評審了不等於專業可以合格 這個一定是 所以現在很多這些副學士的刑辦者 都不開這些專業認受的課程 一來成本貴 二來過關難 是啊 招生意 不過沒有肉食 所以很多家校其實不亂做 做社工是用來打招牌而已 有些學校甚至說明做一個是一個 因為他要實習 實習是個別督道的 我是教社工的 所以是貴的 做一個是一個 那些院校要拿來省招牌 但他不會大量招生的 因為沒有錢賺的 那些 他只要做大部分傾斜去做的 就不用專業評審那些課程 但是這樣的局面又是我們想要的 我們是否每個都讀工商管理 現在其實副學士市場裏面 六成是工商管理的 香港那麼多工商管理的崗位 真是不只 但是他們是這樣的 這樣的市場道向 因為投其所好 成本又可以控制到 那就走這些線了 成本高的 專業那些 不敢搞的了 因為你過到關就要很高成本 你過不了關 糟了 好像科專那樣 讀到畢業才過不了關 這些是災難來的 你以後都不用至於收生了 鑑學校 所以這些是很難去面對的 歸根究底 剛才說的那些 就是資源不夠 其實他未必可以做到達標 當然監管不力 又令到他出了很多問題 很好的有做得很好的 很差的都有 所以大家如果是中學的 你要慎選學校的將位 就是學校要選 課程要選 要看多點iPath 和EF 那裏裏面有很多資料 過了評審那些 就在iPath出到的 他的CG 其他東西 全部都登出來 不過登出來 不等於他一定是好的 那你就要自己去選 看看他的升學率 認受性那些 反過來說 那個認受性 其實就 副學士在外面的定位 依然是模糊的 過往 那些僱主 對高級民憑那些 他的認受性是很清晰的 因為他們那個比較是職業道向和實用 所以他們知道他進去做事的時候 大概期望他有些什麼的能力 但是副學士就真是模糊了 因為他說既可以就業 又可以升學 結果出來就是既就業有困難 升學也都賺 這個也是一個演繹 所以很多他們的通識訓練 就令到他們可以 很多職位都可以去申請 但是基本上請不請他 就僱主決定 就舉政府做例 其實政府請高級民憑的職系 即是一些畢業生的職系 數量多的 請副學士的職系 不夠他的一半 那你看到了 他的認受性 政府自己都沒有全力 將他的認受性確立 他就強求僱主要給他一個認受性 但是他會做事的 每年我們催他做些什麼 大型的展銷會 請一些大的機構來講 我又請了幾個副學士 是很厲害的 然後做完那場表演之後 那些同學依然是繼續難找工作 或者找到工作 是跟他期望的 是跌了一級跌了兩級 那是不是 真是我們想的一個局面呢 所以真的要重新整理 整個副學士市場 整個副學士的sector 是很多問題在那裡 所以我們再說一句 如果這些問題不改善 這些制度不改善 他上到學士的時候 一樣會Version 2.0 那我是很擔心他到時 又會有一個災難 當然學士 政府不會給他這麼災難 因為入學已經有第一個關卡 3322 你拿不到你的成績 你就進不了了 那就不會像現在副學士 五個二 五個二其實八成的考生都拿到 那你就知道有多少人可以讀到 收不夠學生的 就收水尾的那些 水尾的那些 水尾的那些都不行 再放灰 不合格都收 領南就是了 在兩年前 不合格都收 他開了一個叫做高等文憑 收了他 創一個課程 創一個學歷出來 高級文憑 不是你講錯了 高等文憑 那這個文憑就等於什麼文憑 其實很簡單的 你是不合資格 我都收到你 你讀完一年之後 你駁回高級文憑 又照畢業 咦 那豈不是開個洞 沒有五個二都可以進去讀 又是讀兩年 又可以叫做高級文憑畢業 那這是什麼制度來的 簡單來說是一個濫收制度 他解釋不了的 你怎麼現在大學可以做事這樣呢 開個高等文憑 開個洞出來 收了一些不合格的學生 接著被他駁回畢業 又說這批一樣的 小姐 你怕不怕 我就很怕 我做收生的 我看到一個高等文憑 我都不知道怎樣 收不收他 他GP有三點多 但是他DSE只有兩科合格 那怎樣呢 你收不收他 我就質疑回整個制度 你能怎樣頒學格 你GP怎麼算 這樣會問這些問題 那他的認證性怎麼擴立 我都有很多疑問 當然你們想想一下 怎麼克服剛才我說的困難 我全部都實戰 因為我是副學士教過 我是收生做過 我是大聯盟裏面 跟政府講數那班人來的 過往這十年 我們跟他拿了很多東西 但很多東西都未拿到 所以問題呢 很多都未解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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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東西 取消了嗎 就是以前 偽進 偽進之後呢 以前偽進之後呢 還有一些副學士 才收班 有一年 才讀 才再去副學士 專業文憑等等 這些考納名簿 其實都是 為什麼要收生呢 收生就是賺錢 先收班 給你專業文憑 給你高等文憑 這些全部都是收了你回來 坐下教你 那我就賺錢 等等 這些情況 是吧 所以呢 之前呢 由展翅到偽進 到副學士 先收班到副學士 等等 高等文憑 這些全部呢 就是這個副學士 拿出來之後呢 將那個過程裡面 因為是那個 要賺錢 盈利 這個方向呢 是扭曲了整個情況 所以呢 就是政府一定要呢 是要 重新去檢視 整個發展的過程 在社會上面呢 副學士 其實一般來說 都可能 他的資靈 他的資格 或者聘認你 都是介乎於 大學畢業之前 或者中學畢業中間 那些這樣的事情 我相信都是 所以呢 就是政府 在他的照片那裡 也都有這些副學士 有認受的 有認受等等 那外面也是介乎在這個之間 我想如果做老闆那些 都是看你這些這樣的事情 是吧 那那個資歷的認受性 大眾都是這樣 可能這樣看法 現在問題呢 就是說 去到一個教育的基本問題 你呢 剛才問我 喂 讀大學到副學士 讀大學 是不是一個職業訓練 有些是職業訓練 喂 這裡正正系 你帶我出來做什麼 做什麼呢 我問你 正正系 我以前在中大讀社會系 你說我讀什麼 做什麼 搞社運 搞社運 正正系就是搞社運 我社會是搞社運 都是 職業 職業喔 職業搞社運 不是喔 我認識很多 正正是那時候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一次 進去做AO的 這個都是其中一個 我們夢 即我都說夢想的一個 夢想 OK 所以你說什麼 社會是 正正是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 怎樣 職業是能夠 符合你走入 即是相對的 相對的 我們讀大學都是一樣的 沒有相對的 所以我的同學出來 有些好像我這樣 去做教育 有些去做老闆 有些去大公司做總裁 有些去做記者 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 你正正系都是一樣的 什麼都有 我認識那些正正系 以前那些同學是做警司的 現在 做了警司的 等等 所以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想到 這裏的資歷的問題 如果我們看 副學士學士都好 我們有時候就是說 是那個訓練的過程 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說 監管的質素 分裂的過程 是最重要 出來 出來 訓練的過程 如果社工的 相對當然有社工 如果有一些 social science 一些副學士的學位 他是沒有 這樣的相對的課程 相對的職位給你的時間 我們要想回 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而大學的目的 基本上就是說 最主要就是 這個四年 或者兩三年 裡面 那個過程裡面 訓練你思考 你沒有這樣的思考 你怎麼搞社運 一定是在過程裡面 是衝擊到你 讓你想很多事情 有一個基礎 你搞社運 自然之間 你有一些路根 有一些分析 所以你出去做別的事情 也都可以做到的 別人都看到你的分析 看到你的能力 也都請你做的 有時我們那個相對的認受性 其實看來 自己在那個訓練的過程裡面 出去做事 你給你的僱主 看到你的表現 這是最重要的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有很多同學 剛才舉例 讀science的 就可以做了地產 大把 蕭永青你看 一邊搞出來 搞一下 很壞的 原本教書的 等等 所以那個相對的職業 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們是不是掌握到 學到 還有有一個思維在這裡 去應對不同的層面 一些事情的出現呢 而是你能夠做到事情 所以你看到他 你讀什麼系都好 你考一些功 他都是用一個解難的問題給你 看你怎樣 所以人本身也很重要 關於那個副學士的認受性問題 我也同意是有一個關注 很多僱主 但我覺得也是一個惡性的循環 其實我剛才講過 副學士其實是一個不公平制度下面的一個產品 就算你問我自己也好 拿到五條二的同學 相對來說 他都是有能力讀一個四面制學士課 只不過我們在制度上 資金上面對一些歧視 很多五條二的同學去到外國大學 當然都很出色 當然我也同意 現在那些副學士是真的參差 但我不擔心 慢慢慢慢過了幾年 真的市場是聰明的 不行那些 差那些 他根本一定是會關門的 但是我也想大家千萬不要人踩腳 你又踩他進去 我想要公平一些 鼓勵性一些 做得好一些 多些鼓勵他們 我覺得很多時候 很多人說副學士不好不好 是人民益益 反而我覺得 既然歷史規留下來 我們正面都會看這件事 多些去輔助 多些鼓勵 多些去幫他們 走入一個比較健全的制度 我們一定要做一個 受一個較勁 要公平 我們一定要公平 還有我們怎樣去幫助 因為副學士都是香港一個很重要 現在還有很多人 是會 要接受這個制度 我反而覺得 對香港的發展 是有不足的 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這個嘉賓討論的環節 先到這裏 現在就很感謝我們 在座三位嘉賓的寶貴意見 我們現在就會即將進入 台下自由問答的環節 請問有沒有同學 是想對這個教育政策 這個問題 會不會有些什麼問題 可以在現在趁這個時間 問一下我們這三位嘉賓 我想問有多少是中學同學 有多少是大學同學 有多少是大學同學 有多少是在讀大學的 或者副學士或者學士 多數都是大學的同學 我想補充一句 其實我是很肯定副學士的價值 不過我們剛才全部的批評 就是在一個政策 大環境那裏 那些全部是發生了 我自己搞那個副學士大聯盟 其實是有虎主大聯盟 第一批學生就是理工那些學生 找我求助 然後浸會有 中大有 嶺南更加有 東華也有 間間都來求助過 成大都有 所以 那麼多問題出現 就不是個別 扮學者 有良心就可以解決 有些是扮得很好 一定有 但有些真是 當一盤生意都不如 有些也是限制很多之下 唯有這樣做 在生存的壓力之下 唯有惡性去認爭 他們不是不想做好 收top那些 不過為什麼又要送iPad 又要送iPhone 都沒有學生讀呢 那制度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那些是我們 現在今天討論的焦點 就不是個別院校 它那個辦學手法和理念 有很多 它原本非謀利是很有理想的 不過你在這個制度之下 你只會死 剛才說的太育劉強 我都很害怕 那你太育劉強十年 那這十年那些學生 就給你太育劉強 他那間武校就沒有了 他讀的課程很參差 你讀到top那些學校 就很棒了 你讀到尾的學校 那些學校 那怎麼辦呢 幾年後會太育劉強 他沒有了 這個學生都沒有了 他那十年就給了你 所以 我們每一屆的學生 都要珍惜 就不是說等幾年之後 好像現在政府 等運動 等幾年之後 升大學率都會高 因為自然 小學生升 所以 坐在那裡 都會升到兩成半 再慢著 坐在那裡 會升到三成 不用做事 那這幾屆的學生 怎樣 你沒可能再回頭 你只有十年 所以我們其實很緊 為甚麼這麼緊 教育政策呢 就是因為這十年的教育政策 混亂得很緊 在專上教育 當然其他sector都是 我做教育協 有很多事做的 由幼稚園做到大學 做特殊教育 全部都有很多問題 我這麼多勞騷 我誤了你 我從勞騷就發怨 但你看看整個局是怎樣 我們現在面對的 就是一個專上教育的聯局 我自己有一點問題 我想問三位 就是剛才你都所說到 就是自知學位 課事 那其實現在社會 一直擔心是 譬如增加這個資助學位 是擔心 就是因為以前就是 會將有讀大學 或者沒有讀大學 這樣分層 那如果是 就是增加了自知學位之後 其實變相是令到 自知學位這個 所謂的 就是科家所說的 優越性會減低了 那其實這個問題 都是一個 大家都很關注的問題 所以我想看你 我想都是回到你 剛才說 就是如果長見一個 人民社會 一個幸福的社會 其實我覺得 是要講一個公平性 還有是人的質素要高 做越多年青人 有能力的 可以讀到大學的 對整個社會來說 一定是一件好事 其實我是不怕 什麼所謂的資歷膨脹 就算將來 駕巴士的大學生 我也會坐得舒服一點 但我不會怕 因為整個社會 其實一直在進步 也不要想 讀了大學 一定是找到一份優差 都是要自己去努力 自己去爭取 其實你如果看過最近 一間大學 獨立的一個大學生 僱主的調查 其實他們真的 講得很清楚 他們不會理會 哪一間投資出來 當然了 你中大、廣大 有少許靈氣 但最主要都是 個人的能力 表達能力 學習的能力 適應的能力 思考的能力 反而我覺得 就是 我們想不想多些 有能力的同學 可以讀到大學 是我們想追求的一件事 底線就是 絕對不可以犧牲辦學的質素 我覺得這個 在香港 在這麼多的先進體國家來說 我覺得我們是有信心的 這個調整期 當然是有一點混亂 但是香港其實 我覺得在這麼多的國家 我所認識來說 已經是差不多最嚴謹的一個地方 我們盡量鼓勵多些同學 你問我自己 我真的不相信 五條二是讀不到大學的 我們都是我們自己畫的條線而已 是吧? 那為什麼不可以讓他們讀大學 為什麼要疾去讀副學士呢? 我覺得是有保留的 我想回應你那個問題 你想不想你身邊多些朋友 有能力讀到大學的學問 還是你想少些人 不要跟我見真 你喜歡這個方面 優越性 我剛才聽到這些三個字 是個人的感受 是吧? 你自己會不會有一個優越性 我當時不是很優越 我當時只有兩間大學 我讀中文中學 我唯一就是入這個中大 港大入不了 我是不是當時很優越性 有一點點感覺 但是就是說 你看到教育的本質來講 你究竟去到精英主義 因為是一個普及主義 教育是一種投資 投資就是一個全民的投資 當每個人的質素都能夠提升 就是因為教育的水平提升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是說 我們現在經常都在講 香港只有百分之十八 的適齡學生 不是適齡學生 就是合資格的學生 進到大學 政府又不去承擔一個資助大學的情況 我們一定要有其他的途徑 始立大學 或者專上院校 是開辦一些自資的學位課程 而這些自資的學位課程 是有認受性的 有評審的 這件事 有一個保證在這裡 而他們也是根據 即現在招收的自資課程 的學位課程 都是根據他本身 在DSE的考試成績來進去 就不是他的成績 是不合格的 都會收他的 那這個呢 那個情況就是這裡 因此你們要看一下 我們香港現在有 今年譬如有2.7萬個學生 是合乎這個入大學的資格的 而我們只是不夠加上 我們現在 政府只能夠給他 是萬五個學位而已 我們的自資副學士 都是7千 學士 自資副學士都是7千左右 所以加上 你看到只有2萬2萬 還有4千人合資格 都去不了 所以來講 我覺得 就是說 自資副學士 是 自資學士學位 是有這個需要的 有這個需要 只不過呢 你是在合資格的前面那年 而他們可能在後面那年 但是有些同學 很多人在前面那年 都要進去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就是那個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是吸引到他 亦都有這個存在 但是我們又不希望呢 是去發展到 好像人人都可以 入到大學 要濫收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經常都要求 香港政府 是能夠 在這個百分之18 裡面呢 再加上去 加到25 好不好 是不是 你跟新加坡比 新加坡都有25%以上 30%等等 所以那個目標呢 是很明確的 政府一定要承擔的 一致我覺得 自資學士 在目前的情況 是有這個需要 當然剛才經過很多問題 監管 評審等等 這個呢 我們要考慮 幾句 就是普及教育 普及大學教育 我是贊成的 但是社會的資源 可以支付多少 承擔多少呢 就要社會去討論 其實我們現在 社會沒有什麼討論 是政府自己定的 二十年都沒有改過 百分之18 沒有討論 社會大部分 都說要加的 不過它又不加 幾年後會自然加的了 這些不是討論 這些是拖的 所以基本上 現在沒有一個討論 我們社會 需要多少的大學生 要談 但是我認為現在是不夠 是要加多些 而且資助的 也要加多些 至於自資的市場 去扮演什麼角色呢 在香港現在還是扮演 我用這句說 就是次等的角色 因為在大家的心目中 就是首選入這個資助的大學 次選才做私立 這個是普遍在家長和學生 心目中在這裡 我們需要時間的改變 但是改變 就是要我們具質素的私立大學 能夠出現到 你才能改變到大家的心態 社會 其實我們整個社會有功利 你說不講排名嗎 講啊 你擺在哪間大學都在排名 是吧 那些人會看你哪間大學畢業 讀什麼課程 你是自資的 還是資助的 你是以加而上去 還是你讀完四年 全部會看 我們的社會就是這麼功利 我們不可以說 不是的 是一樣的 社會不是這樣 我們要做到事 才能讓社會的觀念去改 我們的社會 是否要談談 我們需要多少大學生 要談的 現在很多人都認為 不是需要百分百升大學 我也是 百分百也不可能 做到台灣 這個就是災難 他們大學的學額 是103% 要搶學生 搶學生就是災難 他不可以說其他事情 如果他想生存 唯一就是撿了他 那他沒理由自己撿了他 他要生存的話 他就會出很多不同的手段 包括我們不想見到的手段 所以我們一定要調控市場 不要給他純自由的 純粹商業化的運作 就是自知市場 不等於不需要求證 不需要求例 不需要監管 相反是要強的監管 你錢都不給了 你就要監管強一點 當然我們的立場認為要給錢 就是不可以完全不給錢 當然給多少 又是社會談 我們有立場 你想教一些忙 我們建議每個學生 給三萬至五萬元資助 但是我們建議是給學校的 因為你給學生 其實就等於沒有 等於幼稚園的學券 你給了學生 他就會要求減學費 就是對沖的學費 所以你的學費是加不到的 你仍然是肯給五萬元 或者七萬元的學費 他仍然是沒有資源 去改善那個教育質素 只是可以減輕學生的負擔 我贊成的 不過對於改善質素 是沒有幫助的 幼稚園學券就已經出現了這個情況 家長開心 因為給少了學費 但是幼稚園刑辦者 是沒有資源增加 結果他改善不到質素 他反而現在要很多人 退出學勸制 我們需要15年免費教育 我們不要這樣的學勸 所以大學做學勸 又是一個要討論的課題 基本上我們現在是反對的 是要直資 你給不足 你也要給一個直資 這就是我們的南場 各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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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色三 各位同學 各位同學 你好 我是多大的一年大學生 我想問一問 其實以我所理解 為何會有一個課士出現 就是因為要配合 快速用的知識型經濟 發展 所以當時 就提出了一個課士 然後這個課士跟其他所謂的職業先修有一個不同的 就是職業先修有一些你很專業的東西 是幫助你自己找工作 有一個實際的幫助 但課士相對就是教比較多一些理論上的東西 就是比較近是一個學士 實際學士會教一點 但其實這樣會 我剛才也有監製所說的 其實有六成都會教你工商管理 所以這個其實會不會影響了香港的發展 加劇香港單一發展的那個問題 還有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為何 有兩位嘉賓表明他們支持一個普及的高層教育 但為何要有一個普及的高層教育 謝謝 為何掌位那句話 為何要有普及的高層教育 謝謝 你想不想你的小妹妹都讀到大學 他讀到你能不能讓他讀 他讀到你能不能讓他讀 那他現在合資格讀 為何不讓他讀 這個就是普及的 是投資來的 投資來的 他有這樣的資力 他有這樣的資格可以讀的 為何我們不給他機會讀 現在沒有資格我當你了 考不到3 3 3 2 2 2 你考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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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不到 那些我就不讓他讀 那如果他讀到那些 為何不給他機會讀呢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有時候 很多時候想到一個私心 我們三個都之前很夠教育 很夠這個大專教育 是吧 那如果我們有一個私心 因為你讀多一個 大家互相競爭 反而我還不好 然後我沒有了優越感 那這個不是一個教育的本質的問題 教育的本質的問題 是吧 當你身處在美國 加拿大這些地方 你會覺得 保留教育 到處都是大家都教育 以前 聽你老師說 掃街那個大學畢業的 掃街那個有質素的 跟你聊天都不會說髒話 那這些叫做人民的本質 那個提升的嘛 所以保留教育 尤其是那個大學的教育 應該是對於一個人民素質 或者質素的提升 這個很重要的 這個很重要 我先講到這麼多 一會兒我再補足 那我也很同意 老實說 其實也不需要太擔心 香港會泛濫大學生 台灣的情況 香港是不會出現的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 自知的學士課程 是一定要是三三二二二的 你不可能收一個低的 其實這個要求 我剛才也講過好幾次 可能是過高都不低 而是騙了很多有能力的同學 讀學士課程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就不會有這種情況 另一件事我都想再講 譬如說 現在我所知的幾間的 開辦四面制課程的院校 都是有很大的競爭 甚至有些同學都願意 來我們學校 而不去UTC院校 看到其實這是一個健康的發展 不是一面倒的發展 但是自知的學士也要努力 也要不斷地提升自己 香港能夠發展到好的自知的學校 應該是我們的成就 是我們的驕傲 而不應該是 是黨國是很大的一個恐懼 就是怕香港是太多的教學生 我想是不需要這樣的監視 普及教我們三個支持 至於比率應該怎樣呢 剛才說是社會定 但是其實目標就是兩面大致上 一面就是為社會培訓的人才 這是一個公利一些 或者實用一些的目標 但是我們另外一個目標就是 那個大陸教育 是人的素質的培養 也都有這個作用 當然我們過往的討論 大部分 甚至政府都是集中講人才培訓的 很少講人民素質提升 整體社會的一些素質 所以這方面 不是那麼吸引到注意力 但是我們是比較著重 我們覺得 就算你出來的人 進不了一些適合的崗位 其實它的素質都改變了 整體的社會其實都是有得益的 當然政府會覺得 這樣嗎 這樣很飄渺 我們都是講實際的 我要幾多個醫生 幾多個律師 幾多個什麼 我就要這樣倒模 出來 所以現在我們的公開示制度 不是畫一條線定你的能力 的目標大學 是篩走你 我們不夠位 不夠位 當然要定到這樣 三三二二 再不夠位 四四四四都可以 是的 其他制度不是定你的能力 是篩走你 位不夠自然要篩 位多你就可以降低一點 降到什麼水平 才是說他有能力讀大學 這個大家可以去談 現在制度不是 現在制度因為位不夠 所以是一個畫一條線 你不要以為三三二二 就是讀大學的能力 我們覺得不是的 五個二是不是呢 我都不敢說 大家要談 不過五個一行不行 我又覺得 蚊蚊蚊蚊 因為現在 你知道我們三三二二裡面 連中文也會死你 有些人 中文又只有五成拿三 英文又五成拿三 一加起來之後 通識你又不行 數字又不行 就一批走了 所以這個制度 其實是用來 screen out 的 不是用來選擇 哪個人適合讀大學 我們位不夠 自然就是這樣 是頭一陣有位讀 所以整個制度 不是我們認為 要多少大學生 不過 現在是不夠 現在因為資源限制 我們是定了那麼多 所以我們認同 是需要發展多些 發展多少 我沒有一個答案 不過我給政府的 當然有 我們說資助大學 要去做三成 就是佔那個適齡的人口 如果總體 如果你加到去 計算了 就是自資那些 去到四五成 我們接受 那你拌了 那些傳媒 說我們有八成 這些就是取考 就是我們覺得 這個是要大家去討論的 我們不是要一個 低質素的普及教育 普及的大專教育 而國往的科學士發展 就有這個 這樣的大的問題 我們希望 在學士那個 將來發展 不要再重度覆遲 是要真的認真 檢討 改善那些問題 給足夠的資源 切切實實去做好 大專教育 不過現在的政府 就不是的 局長都不知道 明年有不可以做 首人不知道 後年有不可以連任 它其實是很短時間的 每次我們拿的東西 它只是給一些 比如剛才有些 施政報告 每年都偷的東西出來 它在去年的施政報告 對教育 沒有偷的東西出來 在今年才偷的東西 是甚麼 我們有份開的清單 我們叫它 資助大專教育 它說 好啊我選一千個出來 資助 那有九千個 你選一千 怎麼選 我慢慢再跟你說 它只是給一些 我們說是增加銜照額 好啊好啊我增加 一千分三年 沒有指標怎麼出來的 沒有的 隨意的 我猜這樣審一些出來 大家可能會 有些少許滿意 是沒有計劃 沒有指標 是定了一個數目出來 同學的資助有沒有改善 沒有的 今天學生貸款和資助有沒有改善 院校的貸款又沒有改善 所以看到了 整個是沒有計劃的 是沒認識 你逼得去緊 就吐少許東西給你 這樣就不是做教育了 其實都不只是教育了 我們很多範疇 現在是面對這樣的施政的方式 或者補充一句 剛才那個同學所問的問題 就是 我覺得是 你受了精英主義的分圖 在香港那個 因為那個精英主義教育 就令到 我們覺得 應該不用再膨脹那麼多 等等 事實上有很多 合資格的學生 你見到 你的同學 如果進不了大學 有些人去了外國讀書 他可能會考很低分 回來 在名校那裏出來 你想想 所以這個原因 也是一樣 你見到 為什麼現在政府 其實大學的訓練是不夠的 那個學額 經常都說輸入外勞 不是說輸入人才 不是外勞 是人才 輸入人才 學了新加坡 新加坡一定 他自己訓練很多的大學 不斷是輸入外勞 不斷是輸入人才 等等 基本上也是因為那個大學 不足夠 尤其是在香港那裏 這個很重要 這個是靠你們 靠我們去發聲 你從來香港的政策 不是一定靠政策 所有的政策都是下而上的 下而上就是你們的要求 你們的訴求 有些是示威遊行等等 很多勞工的政策 甚至是市產家等等 這些東西 你不出聲 政府不會在立法會那裏有話 不會說 你多人出聲 香港社會下而上 你多人出聲 多人說 他才走入去議會那裏 開始討論等等 整個教育 不是教育 整個香港的所有的政策 都是靠下而上 政府是沒有主動 主動去想 怎樣去 有一個儲盤的計劃 勞工政策 社會政策 人口政策 教育的政策也是一樣 所以你 遊行多一些 他就給一點點 遊行少一些 就不用談了 是不是 所以你最低工資也好 那個市產家也好 每個都經過十年的遊行 講講講 最生氣才會出來 很多東西都是 於是 我們不如問多一條 剛剛我見到 綠色三個同學 都舉了很久 剛剛第一條問題 他舉到現在 就有請到 綠色三個同學 三位嘉賓好 亦都是來自科大 年一 想問多一條問題 剛才提及到 大家都很抱歉 是普及教育 這三位嘉賓認不認同 普及教育 其實是給了一個假希望 的大學生 大學畢業生 始終因為大學 是應該跟他的就業環境有一個陷阱 但是正正香港出現的是 雙科的 其實不是缺乏人才 而真正缺乏人才 其實是一些可能 藍領的工作 如果是我們單單在單方面 這樣去增加一個學額 剛才很不斷強調 政府應該增加資源去增加學額 那這樣其實是否給了一個假希望大學生 令到他們可能很多大學生出來 可能不如說 我不願意做那些事 因為又給了這個希望 這是第一條問題 第二條問題是 或者除了大家說 應該是增加多些資資的學校 或私立的大學 我們是否應該 不知道三位嘉賓認不認同 是應該發展 Liberal Art College 可能發展這兩年制的Liberal Art College 而並非不斷在製造一些BVA的學生畢業生 令到整個市場 根本上消化不了這些畢業生 謝謝 剛剛綠色三位同學 他第一條問題 我也有一點點補充 我認為這是一個理想越現實的問題 普及教育是可以令到全民的質素提升 但是我們香港這個社會 尤其是一個這麼高利的社會 是需要大學作為一個社會流動 就是控制這個社會流動的一個工具 其實這個理想越現實之間 其實一定是有一個矛盾在這裏 我相信這位大綠色三位同學 都是他的意思 我先回答 因為剛才那位同學 其實問題都有這個元素 我們其實過往 那個職業訓練 和一些大學訓練 其實有分工 很明確 以前讀高家文鵬 讀三年 他們就會很清晰 去進入一些相關行業 那個訓練和工種是很配合的 但是現在 我們基本上 副學士那個 是打亂了現在的分配 他很多是傾向通識一些 美其名就是 什麼位都可以做 但結果就是 什麼位都未必做到 所以這個是我們訓練的一個盲點 所以基本上我們覺得 整個人才培訓 既要滿足社會需要 人力需要 所以職業道向一些的 實用型的訓練要有 所以我們一直都要求政府 就是這方面強化 但是其實可惜就是 他在新高中之後 和新學生之後 他是進一步 將這些的選擇收集 不是多了途徑 是少了 有些職業先收的那些沒有了 有些較為實用的 就是學院 課程那些 倒閉了 不過剩下什麼呢 就是VTC 就是一校讀大 但是現在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他那裡 所以他今年開了二萬個學位 就是副學位 二萬個 整個市場都三萬而已 就是他要做了三分之二 不過他現在未收夠新的 他也都不會收夠 因為社會人士 其實都還是未覺得 就是個個都要讀這些 他們反而個個想讀大學 讀不到才再想其他 副學士都好 讀不到副學士 才想一些實用型的訓練 這個就是我們看一下 其實家長和學生都不是這麼願意 去投身 讀建築 讀這些實用科 這些科其實現在政府肯給錢去做 我們迫了他給VTC很多錢 VTC現在其實很多課程是有資助的 跟我們剛才說的那些字資 它是兩樣東西 它學費低很多 它的資資可以很多 還有它的配套可以很多 但是肯讀的人 仍然不是真的很多 他們當它是第三、第四的選擇 那我猜大家要調節了 如果社會需要一些人手 我們可以學新加坡的 新加坡小六就幫你分了樓 那你將來考完小六之後 你就已經知道將來你做什麼工的了 我們是不是需要這樣呢 我又覺得不是 但是我們就去了另一面 就是個個都人望高處 高處的意思就是讀大學 讀傳統的大學 所以對那些實用型的訓練和培訓 家長不是那麼喜歡的 現在最不喜歡的是家長 同學都可以想一下 但是他回去跟家長說 家長說不要 我死小子都被你讀大學 那這個心態如果不改 我們現在就會有這樣的錯配 所以我們兩個觀點 一個大學訓練可以提升人民的素質 同意的 但是也同時要兼顧社會人力的需求 那我們真的有些需求 需要一些實用的訓練 但是現在整個氣候和制度 是鼓勵我們走去一面 而不是多元化去發展 特別你有興趣讀那些科 你可能被迫要讀一些叫做高檔些 因為那些才吃香 或者爸爸媽媽會喜歡 所以如果你想選擇讀建築 其實這條路是難走的 但是它的前景其實很好 不過你要問一下大家 你去那裡建築值不值得 還紮跌可不可以 紮跌其實現在入行的人工是二萬多 年年加薪差不多10% 哇 沒什麼行業做到的 不過你肯不肯做 你肯做媽媽都不讓你做 可能這麼辛苦的兒子不要做了 紮什麼鐵 你可以想想我們的社會現在 其實是要調節的 不單止是制度和行額 是我們的心態和我們真的要有些共識 社會的教育和人才配套應該怎麼走 現在沒有這些討論的 所以只可以說 好像不夠就多些 災不夠他們照著想 輸入外勞 沒有人做建築就輸入外勞 這個又是一個他們另類的想法 我想整盤的政策不多說了 但是起碼我們知道 教育不單是我們來培訓社會人才 但是其中一個功能都是 所以我們要兼顧整個發展 或者我也回應這個問題 其實你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現在說到2017年也好 都還是五萬六千個高中生來講 如果你用現在三三二二來講 總共的學額都是只有二萬二 其實你問我 還是很多學生是不應該不讓他去讀大學 好了 問到出來會不會太多大學生 還有很多不肯做藍嶺 香港沒有什麼工廠 我想你的意思就是 他們很多時候未必願意做一些基層的事 中低層的事 我剛才也講過 其實這個不需要這樣去想 讀大學是一個很基本的訓練 一個人很基本的想法 待人處事 價值觀 不是一定要保障你一份好工 一份白領的工 其實我有時候跟我說 你出來駕巴士 我也很高興 是不是 我經常都舉例子 如果一個酒樓部長是港大畢業的 有什麼不好才行的 你的享受 可能服務你的時候 可能真的好一點也不一定 是不是 所以我想就不要這樣去想 反而我覺得大學生 走回去中層 基層上去 其實長遠地可能更好也不一定 也不要像以前那樣 港大中大出來一定有份工給你 現在真的要真材實料 是不是 科大都不一定找到好工 所以我想我們還是要出來 要由最基本去做 真的要看自己的實力 但是我也很同意其他兩位講者 讀大學 你問我 我就不覺得應該跟工種找工 是太多掛勾 每個大學生出來 現在有誰找不到工 我反而覺得就是 怎樣去做一個人 怎樣做一個開心的人 一個充實的人 怎樣對這個社會有貢獻 真是發展一個香港的社會 我們不可以只看GDP 不可以只看自己的入息 整個社會是要進步的 我覺得香港是限制已經太多 我們一定是不會犯難的 三三二二 始終平均來說 是十個裡面 大約有三個多 是可以考到這個成績 我們不需要太擔心 都是這個問題 怎樣擺脫了你們父母的概念 你們的概念 就是讀VTC 那些多過讀附和時 這個很重要 永遠都是 為什麼香港的職業先生學校沒有了 工業中學沒有了 變成一套什麼什麼中學 全部叫中學 就是因為你們的父母 怕你們被人標籤 所以呢 因為那些是沒有掌進的 讀那些 所以就取消了 事實上這些東西 才能夠令到你有技能 讀這些才有技能 分分鐘讀職業先生學校那些 出來 第二天的前途 就好過你做一個文化中學 我們一定要 有些這樣的思維 不要把兩樣東西 把整個優越性在這裏 這個很重要 我以前教職業生學中學 有若干個case 做律師有 職業生學中學出來的 最多做什麼呢 成功的例子 就是accountant 因為職業生學中學 account 就是他們很重要的這件事 accountant 工程師 因為職業生學中學 講機器的嘛 金工木工 他們都是讀工程師 好過你在文化中學 都捱捱上去 他們那條路 不是傳統的中學 大學那樣上去 他們是這樣繞彎 可能在Ivy 讀完 拿了個高高文文 然後呢 就銜接上去工程師學位 很多 律師 考試 讀書而已 不一定在大學那裏 一定有 accountant 就更加 不需要在理工 讀account 你在外面一路教書 一路做事 一路自己考 考到 條條大路通郎 我剛才講過很多例子 記得就是 咦 我們讀書出來 有些肚子 出來 是不能夠 對稱你做那份事 這個是你看 你那個工作過程裏面 你自己那種 工作滿足感 你的興趣 正正是 做甚麼呢 我和你說 剛才說正正是做甚麼呢 我們社會是做甚麼呢 是吧 這些東西 是一個素質 是一個思維的訓練 我們以前在中大畢業的時間 那些匯豐啊 長實啊 放在那裏 個個系都可以應徵到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個個系都可以應徵的 可以 你的能力 你的表現 最重要是這一點 這個很重要 所以就是說 你不是一個職業的訓練 這一點 就是說 有職業的訓練 但是我們不要想著 就是說 我們讀完大學 你就會有一個 職業是相對你的 再舉一個例子 明報的總編輯 現在是 張健波 以前是中大的 讀甚麼呢 工商管理 就是做了記者 現在做總編輯 很多時候的興趣 就是在你出來 做一下 做一下 的時候 培養到那份職業是你的 就是這樣 我想補充他 亦都不要因為一個同學成績 而定他究竟適合讀職業道向 還是傳統大學 那是個人志趣的選擇 成績好很多可以選讀職業道向的課程 在歐洲很多國家都是 第二 我反而擔心現在的大學 是太職業道向 太顧及 找第一份工 這個反而我剛剛 可能和你剛剛搖轉 剛才真的忘記了回答你第二個問題 香港是否需要兩年的 Liberal Art College 我覺得絕對是需要 Liberal Art College 是完全是以本科為本 不要那麼著重理工科 不要那麼著重科研 但是不是兩年 一定是四年的 我想現在自知院校 應該是走這個方向 正好是填補香港 這個很大的一個 空洞了的一個範疇 是我們要去努力的 是給多些師生老師 去一個選擇 不是一定是傳統大的 研究營的 綜合營的大學 這個我很同意你 就是香港是要的 但不是兩年 一定是四年 你看看現在香港有一個危機 其實全世界有危機的大學 歷史系 哲學系 社會系 就是擺在最後的 你選擇來讀 我告訴你 個個都只要去工程 工館等等 你對呀 liberal art 真的要有這件事 思維的訓練 很重要 過程的訓練 很重要 時間就差不多了 再次謝謝三位嘉賓 給了這麼多寶貝的意見 請大家給點獎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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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我